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這一集已經是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理論篇第八集囉 第八集裡面我們來講到是Lite Ad動態消息 在Lite Ad動態消息裡面啊 你的消息如果被分享的越多的話 你的粉絲數量就有可能增加的更多 那你看一下 因為手機畫面太小 我們來看電腦桌面 這邊是Lite Ad的電腦版本 在這邊一般的那個Lite的電腦版本 不是Lite Ad的電腦版本 是私人的Lite的電腦版本 然後你一般的那個上面或者是下面 如果iPhone的話在下面的那個動態消息啊 在桌機板的話是這一個動態消息 然後在動態消息裡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好友 你的Lite的好友 或者是 你可以看到你的Lite的好友 或者是你曾經加入過某個Lite Ad 你成為他的好友 你都可以看到對方的動態訊息 他的 他只要是按投稿的話 就會有動態消息 然後你自己的Line 私人的Line 在看他的動態消息的時候呢 最下面都會有一個分享的按鈕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如果你已經學網路行銷工具 學一段時間的話 應該對這個分享兩個字非常的敏感 他跟那個臉書的底下的那個分享按鈕 功能是一樣的 所以 你看到這篇文章 如果你覺得不錯 你就會按分享 然後呢 他會讓你選擇 你要分享到動態消息的主頁 還是要傳送到某一個聊天室 一般如果你傳送到某一個聊天室 他觸及的對象是比較少的 譬如說你那個聊天室 可能只有你跟對方一對一 那只有對方看得到 那另外一種聊天室是大家 像我點擊聊天室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群組或是選擇好友 如果你選擇好友的話呢 你就只能選擇單獨一個人 如果你選擇群組的話呢 這個群組最多可以有500個人 所以如果你選擇群組的話 那你分享出去的話 這個訊息就會傳送到那個群組裡頭去 就可以讓這個訊息達到 假設500個人 可能就會有好幾百個人看到這個訊息 對不對 你傳送到聊天訊息的話呢 就是他會幫你排序 就是最近你跟誰聊過天 然後他會秀出 最近的那個 你跟他聊過天的對象 會在從上面往下面排序 如果你是選好友的話呢 你是自己去選擇搜尋名稱 找尋那個好友的名稱 所以好友跟聊天 這兩項都是傳送給某一個人 可是群組的話呢 是傳送給某一個群組 好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分享到動態消息的主頁 分享到主頁 而且主頁這邊還可以選擇 向所有人公開 或者是只向自己公開 或者是好友 那如果你向所有人公開的話 然後再按確定 那別人呢 就會在你的動態消息裡面看到 你幫這個對象分享了他的訊息 好 這個是站在訪客的角度來看這個功能 那如果說你自己 你你你你你你希望自己的文章 被別人像這樣子 被別的訪客幫你分享出去 尤其是分享到他的 完全公開的動態訊息 希望嘛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自己多發文章 發在這個投稿動態消息的文章 如果是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先在那個LineAd的生活圈去發投稿 然後呢 再用我自己私人的Line去分享我LineAd投稿的那篇文章 到我自己私Line的那個所有公開動態消息 等於說 讓它曝光了兩次 第一次就是我發LineAd的動態消息投稿的時候 我的LineAd的好友他們會看到 也許他們會幫我轉分享 那另外一個呢 我自己也幫我自己的LineAd的生活圈做轉分享 那我的朋友呢 又可以看到 所以就兩次的曝光機率就比較高 那你如果越去曝光的話 陌生人看到的時候 他就有病毒式的行銷效果 陌生人看到你這篇文章對他是有幫助的 他就有可能會過來點你 加你為好友 那一般我們的做法就是 不僅是寫文章 我們最後還會留下連結 就是怎麼樣交我為好友的連結 讓他加入我的LineAd的好友 這樣呢 加入LineAd的好友 跟加入私人的Line的好友是不一樣意義的 你加入私人的Line的好友 最多上限只有五千個人 沒辦法超過五千個 如果是加入LineAd的話 就沒有上限 沒有好友上限的限制 然後LineAd還有一個功能嘛 就是可以群發訊息嘛 群發訊息就會在我們晚一點會講的跟進 跟進的這個步驟有關係 那我們這一節主要講的就是流量的來源 所以你去做分享 如果文章寫得好 他會產生病毒式的分享 病毒式的行銷效果 就是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 然後讓大家認識你 增加你的曝光度 所以LineAd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流量來源